各位朋友大家好 王莽到底是不是一个穿越者 很多人相信他是 而且说他很可能是从中国1960年或者1970年这个时候穿越过去的 因为他身上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者的痕迹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说法 说王莽其实并不姓王 他穿越前他姓彭 他就是在罗伯伯失踪的那个中国的科学家彭家木 彭家木是奉上级指示穿越到了西汉末期 目的就是为了盗取上古神族的秘密 然后再毁掉他所建立的那个新莽王朝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莽王朝只存在了15年一世而亡 按照这种说法 王莽不光是一个穿越者 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派的穿越者 王莽这趟花的还是公款 当然了 这些不过都是小谈 说王莽是穿越者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执政以后颁布的那些改良措施 带有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色 那么王莽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吗 他的这张穿越的车票的起点到底是在未来还是在过去的 今天呢 我们就来继续聊聊王莽 聊聊他的改制 不过在说改制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是怎样登上皇帝这个宝座的 在汉埃帝时期 王莽因为得罪了父太皇太后 所以被汉埃帝罢处了官职 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私过 失去了权力的王莽 这时候一定非常感激他的姑姑王政军 如果王政军不是太皇太后 那么王家的势力就会彻底从朝廷中被清除出去 而如果没有了王家的庇护 没有了权力的保护 那么傅太皇太后的傅家 丁太后的丁家 以及王莽以前的政敌们 绝对不会让王莽在封地里安安全全的过完这四年 他们完全有能力让王莽平均一天死两次 如果王莽真的是穿越过来的话 那恐怕都供应不过来了 上午刚穿越过来 下午就要死 晚上还要死一次 那这就不叫穿越了 叫送死 有了王政军的庇护 王莽才安全的度过了这四年 这四年里他也没有闲着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 保持自己这个道德楷模 这个圣人的招牌 果然 机会来了 王莽的次子王获 不知什么原因 打死了一个家里的奴婢 在汉朝的时候 奴婢的生命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主人不能够随便的杀死奴婢 按照汉朝的法律 如果你想处死一个奴婢的话 你要事先向官府申报 注明原因以后得到官府同意 你就可以随便处置他 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就处死奴婢的话 那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不过呢 即使这样 处死奴婢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 就是因为主人总能够轻易的为奴婢安一个罪名 然后处死他 官府如果追究的话 不过就是赔点钱 赔个丧葬费 了事 如果主人有官身的话 顶多受到降职或者彻职处理 不管怎么样 杀死一个奴婢 作为主人肯定不会偿命 但王莽却坚持认为 圣人云天地之性为人为贵 奴婢的命也是命 所以他坚持让儿子王霍为这位奴婢抵命 最后王霍被逼无奈 引下了他父亲为他准备的毒酒 当时的社会正赶上是豪族横行 百姓的命如草芥 王莽作为一个贵族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一个奴婢 偿命 王莽此举自然是赢得了社会上下的一致称赞 王莽再一次成为了人们议论和赞颂的焦点 他的这个仁爱的招牌 愈加的一一生辉 如果按现在看 杀人偿命无可厚非 但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几千年前 那个时候一个贵族的命和一个奴婢的命是完全不能划等号 而且即便是依照法律 王莽家的人据实向官府禀报 王莽的儿子王霍也绝对不会被判死刑 这样做的话 受影响的除了王霍以外 还有就是王莽 毕竟他会背上一个教子不严的恶名 这样他的招牌一定会因此蒙灰 王莽此举似乎是按照圣人所言 是儒家之人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他恐怕忘了孔子的另外一段教训 叫亲亲相隐 孔子云游列国的时候到了楚国 他去拜访楚国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官员 叫叶公 没错 就是那个叶公好龙的叶公 叶公本人是楚国的王室贵族 他是楚庄王的曾孙 当年楚国发生内乱 叶公亲自率兵评判 得到了楚国人的爱戴 所以孔子亲自去拜会叶公 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叶公对孔子说 说我们家乡啊 有一个人特别的正直 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 他就举报了他的父亲 孔子回答说 我们家乡的人也很正直 不过和你说的不一样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职在其中已 意思呢就是说 如果犯了罪的话 父子之间要相互的隐瞒 正直就在这道理之中 很明显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 孔子的楚国之行也并不是很愉快 后来孔子的学生们因此迁怒于叶公 又知道叶公喜欢画龙 所以就编了一个段子 叫叶公好龙 这就是这句成语的来源 是故意丑化叶公的 顺便说一句 叶公也是天下叶性的始祖 这里面孔子提到的亲亲相隐 也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之一 在后来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唐朝以及宋朝 在他们的法律 不管是唐律书役 还是送行统中 都体现了这种亲亲应该相隐的精神 不仅是亲人之间应该相互隐瞒对方犯罪的事实 而且更不可以告发 告发的话 反而会获罪 这也就是宋朝的李清照状告他的渣男老公自己反而要入肩的原因 所以说往往此举不光是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而且也违背了儒家思想 往往此举根本就是在作秀 很快此秀的预期效果也很快的显现出来 当时正好天线异象出现了日食 日食对当时相信天人感应的那些人来说 是上天对人间的最高意境 是说人间发生了不公道的事 非常的不公道 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上书汉埃帝 说王莽被罢官实在是太不公平 上天都不答应 要求汉埃帝招王莽回京 汉埃帝无奈之下允许王莽回京 这样在四年之后 王莽又回到了京城 不过这时候汉埃帝并没有委派他什么官职 他还是傅贤在家 但他毕竟回到了长安 在长安与不在长安 这区别可太大了 这点王莽非常的清楚 他知道这一切得之不易 他是用他儿子的命换来的这个局面 王获也成了王莽杀的第一个儿子 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 因为王莽还有三个儿子 孔子主张亲亲相隐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于 如果一个人都不爱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儿子的话 那么他怎么可能爱身边的人 爱世人 如果有一个人声称爱世人胜过爱自己的家人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人一定是在撒谎 他在欺骗所有人 一提起汉埃帝 大家一定想到这是一个昏庸淫乱的君王 但在汉埃帝执政之初 他还是非常想有一番作为的 他也颁布了一些措施 去抑制当时颇为严重的土地监命现象 不过呢 汉埃帝面临的局面 还不如他的叔叔汉成帝 汉成帝时候只有王室这一家外戚专权 而汉埃帝的时候 不光是有王室 还有副室 还有丁室 这三家外戚 哪家也不是省油的灯 汉埃帝虽然后来驱除了王室外戚的力量 但王室外戚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王政军还是在宫内 还是做他的太皇太后 除了王室以外 还有副室 汉埃帝对他的祖母 副太皇太后是严听计从 这位副太皇太后以及丁太后两家外戚也都是贪得无厌 使得汉埃帝的一些政令根本就无法实行 最后汉埃帝也变得自暴自弃 开始放纵起来 说汉埃帝淫乱主要是与董贤有关 董贤以前是汉埃帝的太子舍人 因面貌极其俊秀 引起了汉埃帝的注意 西汉的皇帝中很多都有类似这样的同性嗜好 汉埃帝的叔叔前任汉成帝 除了宠爱赵飞燕赵和德以外 还宠幸一位男子叫张放 汉埃帝对董贤的宠任完全超越了他的前任 所有上贡的物品最好的汉埃帝都留给董贤 自己的林木旁边也给董贤留了位置 他要与董贤合葬 汉埃帝这时候已经有了皇后 皇后姓傅 是傅太皇太后的侄女 董贤也已经有了妻子 汉埃帝觉得一直把董贤留在身边 董贤不能回家 似乎会影响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 所以就把董贤的夫人也接进了宫 做了宫中的女官 董贤还有一个妹妹 长得和董贤一样的貌美 于是汉埃帝就将他的妹妹也纳入了后宫 并封为了朝仪 这是一个仅次于皇后的职位 于是在西汉的后宫就上演了这样一出儿童不义的经典的童话 从此以后 汉埃帝就与董贤的家人们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乱 汉埃帝甚至想把皇位传给董贤 有一次饮宴的时候 汉埃帝突然对董贤说 说我想效反姚上位于顺 你觉得怎么样 这还真不是一句戏言 汉埃帝后来封董贤为大司马大将军 在任命诏书中 他也表示出了他想让位的意思 后来在执政六年以后 汉埃帝病逝 临死之前 他将西寿全部交给了董贤 而且在这之前 汉埃帝已经任命董贤的父亲为将军掌管军权 又让董城的内帝做执金玉 掌管京城的防卫 所以可以说汉埃帝已经为董贤的继位创造了条件 不过在汉埃帝病逝的那一刻 董贤只知道哭 这时候急匆匆赶来的太皇太后王政军命令董贤交出西寿 等候处理 董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设想一下 如果董贤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完全可以首先密不发丧 然后秘密派兵举谱王政军和王氏族人 这时候董是一种手中有军权 董贤手里还有西寿 完全可以以天子的名义下诏清除异己 不过这时候的董贤只知道哭 而且将手中的西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交给了王政军 一手好牌就这样被浪费了 并在当天与他的夫人一起自杀 王政军重新掌权 马上招王莽务工 重新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之职 这时候就愈发显得王莽在京城的重要性了 如果他还远在封地的话 那可能中间还会出意外 汉埃帝也无子 继位的是汉元帝的另外一个孙子刘看 汉元帝总共有三个儿子 太子刘敖是他与皇后王政军所生 定陶王刘康是与傅昭仪所生 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与那位舍身挡在熊面前保护汉元帝的冯昭仪所生的儿子 中山王刘兴 这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先后登上了汉朝皇帝的宝座 刚刚驾崩的汉埃帝刘兴是傅昭仪的孙子 现在皇位轮到了冯昭仪的孙子 中山王刘看 对于王莽来说 刘看无疑是最佳的皇帝人选 其一刘看很年幼 这时候只有八岁 其二是刘看患有一种怪病 在他还未满舟的时候 就已经染上了这个病 当时人们管这种病 称之为省病 省在我以前的视频节目中讲过 就是妖异的意思 灾难的意思 因为刘看发病的时候经常是浑身青紫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妖异附体 故称之为省病 其实从现代医学看起来 这就是青紫型的先天性心脏病 得这种病的人通常是活不久的 而这正是王莽所期望的 不过王莽还有一层担心 就是刘看还有母亲 母亲还有哥哥 就是皇帝的舅舅 王莽不希望看到再一个富士丁士专权 于是他就以太皇太后王正军的名义下了一道遗址 禁止刘看的母亲以及舅舅随他一起进京 让他们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封地内 不得进京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当时只有八岁 而且又体弱多病的刘看 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了长安 周围全是他所陌生的人 是何等的孤独和无助 汉平帝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经常哭泣 这事连王莽的嫡长子王羽都看不过去了 王羽非常担心 有一天汉平帝长大以后会对他们王家不利 所以他希望劝他的父亲 允许汉平帝的母亲入宫 他曾经让汉平帝的舅舅上书 允许魏太后进京陪伴皇帝 但王莽是置之不理 于是王羽就找他的师父商量 他师父出了一个馊主意 说王莽这人虽然顽固 但是比较迷信 可以找人在王莽的家门前泼些鲜血 然后趁着王莽狐疑之际 在上书说服王莽 允许魏太后进京 王羽就让自己的七兄吕宽去办这件事情 不想吕宽办事不慎 在他往王莽家泼血的时候 被王莽的仆人看见了 而且也被认出来了 王莽知道的这一切都是他的儿子所为是勃然大怒 将他的儿子下入了大狱 并在狱中被逼自杀 他的儿媳吕氏这时候已经怀有身孕 王莽就让吕氏生下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将吕氏也杀死了 王莽对外声称这是他大义灭亲 效仿当年周公朱管菜之举 下面的人也是顺势而为 纷纷的上表赞颂王莽的品德高尚高峰亮节 王莽又从王正军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封赏 但这还没有完 王莽又趁这个机会杀死了汉平帝的两个舅舅 把汉平帝的母族除了他的母亲魏太后以外全部杀光 这还没有完 王莽又让这次事件继续发酵 借此机会将朝中的反对势力 比如说汉元帝的妹妹 还有王家的几个与他意见不合的纵兄弟是全部杀死 此案诛连了一百多人 一百多颗人头落地 王莽的政敌在这次事件中基本上被诛杀干净 到了汉平帝12岁的时候 王莽说要给皇帝找一位皇后 但王莽事先声明这次绝不选王室之女 他的女儿不参选 不过这种假退真进的手段 王莽已经用了多次 他手下的人对此也是心领神会 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 纷纷要求王莽的女儿一定要参选皇后 如果王莽的女儿不参选的话 宁愿让汉平帝永远不能脱单 就在这种情况下 王莽不敢违背名义 只好委屈的让他八岁的女儿参加皇后的竞选 当然 结果不出所料 王莽的女儿成了汉平帝的皇后 王莽明知道汉平帝活不久 他也不会让汉平帝活得太久 但即使这样 他还让女儿嫁给了汉平帝 注定了他女儿一生悲惨的命运 两三年以后 汉平帝已经长大 这时候他对王莽已经露出了弊异之色 王莽也感觉到了这个皇帝越来越不好控制 于是有一天 据说汉平帝是在饮了王莽奉上的焦酒以后就中毒了 几日以后 汉平帝刘勘在痛苦的煎熬中去世 王莽的女儿也就真成了寡妇 那时候他还不到12岁 此时的王莽已经不仅仅是大将军大司马 而且还是安汉宫 还是载衡 而且还被加了九熙 大家经常看到加九熙这个词 而且可能也知道 被加九熙的那些权臣们 大部分最后都窜了拳 在古代 熙同赐这个字 所以加九熙就是赐了九样东西 这九样东西都是皇帝专用的 如果一般的大臣用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犯了剑阅之罪 可能要被杀头的 加九熙就是皇帝允许女用这些皇帝专用的东西 虽然这是一个名誉 但也是全臣的最高境界 顺便说一下 汉埃帝唯一的一个年号就是元始 而元始元年恰好就是公元元年 大家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从此区分了公元前与公元后 巧合的是就是在这一年 汉埃帝的年号恰好就是元始 元始大家都清楚 这是首先第一的意思 怎么会这么巧 公元元年恰好就是元始一年 这个年号应该不是汉埃帝自己起的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很可能是王莽给他起的 那王莽怎么会知道这是西方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而且日后又被命名为公元元年呢 西汉末年的王莽肯定不会知道 除非他是从现代穿越而来的 现代人当然知道公元元年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就特别把中国历史中的这一年定为了元始一年 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 也很有意思 不过呢 我更倾向于认为 这不过是历史上东西方的一个巧合 汉平帝宴嫁以后 王莽又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叫刘英的只有两岁的小孩 并没有马上把他立为皇帝 而只是立为了太子 历史上称为儒子英 而王莽此时已经是假皇帝或者叫舍皇帝 于是西汉末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头没有皇帝 只有两岁的儒子英负责吃奶 而假皇帝王莽站在台前负责发号施令 大概王莽也觉得这个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或者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于是就在一个个的祥瑞之下 一片片的劝进声浪之中 甚至有一个叫埃张的江湖片子 竟然拿出了高祖皇帝刘邦给王莽的亲笔信 劝王莽继承皇位 说这是刘邦的愿望 在这封信中 刘邦甚至为王莽选定好了几位辅佐的大臣 其中除了几位王莽身边的重臣以外 还有几位王莽不认识的人 其中自然包括这个送信的埃张 另外还有两个人名 一个是王兴 一个是王胜 可是朝堂之上并没有这两个人 所以王莽就命人去四处查找同名同姓之人 看看其中有没有人符合刘邦信中所述条件的 最后还真找到了这两个人同名同姓 王兴是看门的 王胜是老吹柄的 于是这两个人就都被封了大官 成了王莽的开国重臣 后来陆林军攻破长安的时候 那个江湖骗子埃张向更使政权投降 而那位被破格提拔的王胜 则在战乱中一直保护着王莽 陆林军是在杀死王胜以后 才砍下了王莽的头 有时候不禁让人感叹 仗义美多屠狗辈 复心最是读书人 终于在公元08年11月25日 王莽在刘邦的高祖庙内 从小混混哀张的手里 接过了所谓的赤帝刘邦写给皇帝王莽的册文 由此宣告 他将登上王位 结束长达214年的西汉王朝 这一年王莽53岁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这场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篡汉大戏 终于完美的收场了 王莽此时是志得意满 不过他突然发现了似乎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 那就是传国玉席 传国玉席还在王正军的手里 所以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王顺去王正军处要取回传国玉席 王正军见到王顺以后是大骂不止 说我们王家世代受皇室恩惠 你们兄弟儿人不思报国 反而篡汉自立 世间哪有儿等这样猪狗之人 他王莽既然已经建了新朝 易了正硕 改了福色 又何必要这个旧朝的传国玉席呢? 难道就不能让这个玉席与老身我一同陪葬吗? 王正军说完以后是嚎啕大哭 周围的人也是悲气不止 王顺听着也很感动 不过他也很无奈 就对王正军说 王莽他一定要这个传国玉席 您看该怎么办呢? 王正军无奈奋力一致将玉席置于地上磕去了一个脚 王正军最后又说 说我已经老了 有你们兄弟二人 我们王家早晚会被灭族的 王顺带走了玉席 也带走了这句附着在玉席之上的这句称语 15年后 这句称语就应验了 得到了玉席的王莽非常高兴 就在魏阳公的箭台之上大雁群臣 他一定不会想到短短15年后 他就死在了这箭台之上 王莽拉着当时只有五岁的太子刘英说 说我本来真的是想做周公的 我想把天下治理好以后再交还给你 但天意难为啊 你的老祖刘邦一个劲的让我当皇帝 让我当皇帝 我说不当不当 他非让我当 最后没办法 我只好受累当一回了 这都是天意呀 天意难为呀 说着说着 王莽又不由自主的哭了起来 只有五岁的刘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还以为这是大人们在和他玩的一个游戏 在他清澈的眼睛里映示出了王莽那浑浊的老泪 他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人哭得很起劲 但为什么从他眼睛里头看不到一点悲伤呢 刘英看着王莽开河的嘴里那个跳动的舌头 仿佛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蛇信 大人的世界实在是太难懂了 宗其一生 刘英也没有懂得大人的世界 他被逼退位以后被封为定安宫 往往将他关于高墙之内 不让他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 即使他的乳母都不能与他对话 长大后的刘英的智力与幼儿无异 甚至来六处都分不清 为了安抚刘氏族人 王莽又将自己的孙女 就是被他杀死的嫡长子王羽的女儿 嫁给了刘英 几年后天下大乱 刘英在19岁的时候 又被人拥立为傀儡皇帝 后来被庚使帝所杀 王正军在宫里面是懊恼不已 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都是在自怨自艾中度过的 宫中其他的人都穿上了黑雕衣 但王正军仍然执着着穿那件象征着汉朝的黄雕衣 王莽对他仍然是非常的恭敬 但王正军每次见到王莽似乎都看到了自己一步一步组成的大错 四年以后 王正军轰逝中年八十四岁 关于王正军史学家班彪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评价 他是这样说的 校园后立汉四世为天下母 享国六世余载 群弟侍权更持国饼 武将十侯足成新都 魏昊已于天下 而元后全权由我一喜 不欲以受莽 妇人之人悲夫 班彪的这番评价很中肯 也算是非常的客气了 王正军在位六十一年历经了汉末四帝 他作为王氏家族的首脑深受皇恩 但他只知为王家人封关佳绝 最后是养虎为患使得王莽篡汉 铸成大错 最后他竟连一个玉玺都保不住 人们不禁要问 你这六十一年都在干什么呢 六十一年里 他大部分时间是居于西汉政坛的最高级 西汉王朝最终的覆灭 如果说和他没有责任的话 恐怕是难以服人呢 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 对他的评价就非常的狠辣 说王西汉者元后之罪通天矣 我倒是觉得王夫之这么说的话 有点过了 王正军虽然有错 但他并非是大奸大恶之人 没有史料记载他曾经害过什么人 相反他倒是很想帮助别人 他希望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开心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试想一下如果王正军没有嫁入皇宫的话 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贤妻良母 他本来就是一个晚顺之人 不过命运的安排让他一步一步走到了权力的最高峰 不管是皇后太后还是太皇太后 没有一样是王正军自己争来的 他误打误撞的就当上了皇后 然后就生下了皇子 然后皇子登基就成了太后 然后就成了太皇太后 命运就是这样看顾他 别的人很难达成的地步 对他来说躺着就可以做到了 而在这过程中他并没有刻意的去害过什么人 除了给王家争取一些风赏以外 他并没有过多的干政 历史上那些有权的太后们 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呢是有权力 而且还拥有将权力变现的能力 比如说吕后北魏冯太后刘娥武则天等等 还有一类就像王正军那样 虽然有权力 但是他缺乏将权力变现的能力 他不能够理政 朝堂上的事他估计听也听不懂 所以他必须要委派一个人代表他行使权力 王正军的个性中有很多的缺点 他懦弱缺乏决断能力更少见识 在后宫之中他没有交好自己的儿子汉成帝 让他沉溺于酒色 而且作为太后 他又没有很好的保护好汉成帝的孩子 任凭艳酌皇孙使得汉成帝最终无子 作为后宫之首的他这些都难逃其咎 但除了这些我们还能责怪他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老好人也是一个老妇人 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熬 他的老公汉原帝不喜欢他 他忍 得势的父太皇太后骂他老太婆 他也能忍 后来他的侄子往往改朝一旨 他依然能忍 虽然小小的发作了一番 然后还是归于平静 还是能忍 他还能熬 对他的那些政坛的对手 你有你的大智大慧 我有我的长命百岁 有时候即使是最高级别的政坛角逐 决定胜负的经常不过是一个人的寿命 谁活得久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这一点王政军做到了 有人说王政军最大的错就是他过于信任王莽 扶持王莽 但这有能怪他吗 当时普天之下的儒生不是都支持王莽扶持王莽吗 不是都认为王莽是圣人吗 那些人不是都饱读诗书 而且见惯了民间疾苦 知道了人间百相吗 他们都能被王莽蒙蔽 那么又何必苛责一个在宫中的老妇人呢 西汉王朝最终没落的原因有很多 但无疑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 那些儒生们 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们的权限沦落 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些个熟知圣贤之道的读书人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只知道歌功颂德随声附和 只知道不断的劝进让王莽走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位 他们为王朝覆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觉得一点不应该比王正军少 生命中最后的几年 王正军一定是在落寞中度过的 他的丈夫和儿子的汉家天下 竟然让他亲手扶植的侄子夺去了 他死后将无言见他的丈夫汉原帝于地下 还有一个王氏家族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个人就是王正军的侄孙女王莽的女儿 后来嫁给汉平帝的那个女儿 他和汉平帝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时间 虽然时间很短 但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汉家之人 后来王莽篡汉 他又被授予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称呼 15岁的他就开始守广 他也把自己封闭在深宫之中 不与外界接触 王莽后来想让他嫁给自己一个大臣的儿子 但被他断然拒绝了 后来新莽王朝覆灭 赤梅君攻入了长安 在魏阳宫点起了大火 周围的侍女们劝他赶紧逃生 他断然拒绝 然后毅然决然的走入了熊熊大火之中 临死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何面目已见汉家 作为王莽的女儿有此壮举 其实他是可以坦然的面对汉家之人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抱歉啊 本来这期呢 准备想谈一下王莽新政的那些政策措施 但是呢 因为西汉王朝最后的这段历史 上一期还没有讲完 我呢 又不想这期呢匆匆带过 毕竟西汉王朝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王朝 他最后的覆灭的这段历史 我还是想具体的跟大家聊聊 而王莽新政的各项措施 他是否是穿越 这方面的内容呢 也同样很重要 这种情况呢 就让我觉得难以取舍 所以最后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把西汉的历史讲完 关于王莽新政 关于他是从何处穿越而来的 咱们在下一集再接着聊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